如果红帮主受了你打狗棒 那为什么没有受你打狗棒法 如果受了你打狗棒法 那这根打狗棒 又怎么会轻而易举的 被我夺了过来呢 什么棒法不棒法呢 这分明就是我帮帮主的法杖 这尊贵无比的法杖 怎么能容你轻言侮辱 大家听到了吗 他左一句法杖 右一句法杖 简直就是不打四招 他连打狗棒法都没有听说过 还还在这儿胡说八道 好啊 既然你想要的话 快就打就好了 冯帮主难道没有教你 打狗棒要牢牢都握在手里 不被别人抢了去吗 这位姑娘刚才使得 不过是几路空手夺白刃的功夫 又怎么能够说是打狗棒法呢 这位姑娘使得的确是打狗棒法 三十六路打狗棒法 向来由本帮前人帮主 口传心法 亲交棒法与后人帮主 从不传与第二人 如果 这位姑娘 能使出全道的打狗棒法和逍遥游 那么是不是证明 她就是洪帮主的真正传人 好 你若能用打狗棒法 打赢我们三人 我们便认你 好 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进招吧 过来 2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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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戳狗臀 参见帮主 小王爷 我看我们还是先撤吧 金哥哥 别让他们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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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